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我曾经在讲导数就讲过了 实际上都是考虑是一个函数比较复杂 咱们能不能用一个简单的函数来代替它 那么前面的微风也好 导数也好 实际上讲的是什么变换呢 用线性函数来接近它 用了一个最简单的函数 线性函数来近视一个复杂函数 但是我们也知道 用一个直线去近视曲线 用一次函数近视一个复杂函数 应该说还是很粗糙的 很粗糙的 为什么 只有在那点的附近 很靠近这点的地方 可以看出来好像是不错 但是如果说过远一点 可能就差得很大 因此我们就在想了 我们找一次函数去近视一个函数 可能不太理想 那么能不能收尾函数形式复杂一点 去近视它呢 一个很自然的想法 就是用多项式去近视这个函数 多项式是个好函数 为什么 咱们现在什么叫好 什么叫不好 好 所以咱们就运算起来要特简单 我们现在目前学什么运算 求导数 求极限 密函数是好的 为什么 求导数以后 你看一求 还是密函数 而且次数还降低了 对吧 在其他运算中 密函数 咱们中学里就学过了 什么约分 硬式分解 咱们还比较熟悉 所以希望用多项式来近视它 多项式来近视它 好 那么泰勒公式讲什么呢 泰勒公式就是讲的 用多项式来近视它 你看 我们在讲维分的时候 你看 函数fx 通过这个维分的表达式 你看 用最后 这个fx用谁来代替了 你看 一次函数 你看 这一项 这不是一个一次函数吗 这是斜律 x-x0 加上fx0 就是相当于fx用这个一次函数来近视 有没有误差 误差在这 有误差 对吧 高阶无穷小 高阶无穷小虽然是在x趋零的时候是非常小的 但是x离x0很近 这个近这个概念是一个不是非常明确的 比如说一厘米一毫米甚至于一纳米是这样不是的 就是反正只是离他很近很近的时候是比较误差很小 所以应该说是不够理想的 所以我们觉得我们的问题就是缺点是第一就是不够精确 第二误差是定性的 高阶无穷小就告诉你这么一句话 高阶无穷小到底多少 误差多少 你能说出来吧 说不出来 具体到一个问题 比如说我们x-x0是0.1 你后边是多少 不知道 所以定性的估计 估计高阶无穷小就这么一句话 难以确切估计 那么泰勒公式想解决什么问题呢 就考虑用多项色来近视 多项色来近视有什么好处呢 就解决 一个就是函数依然还是简单的 第二一个精确度大大提高了 那么这个泰勒公式这个多项色应该什么样子呢 首先你看是一个多项色了 那么首先在x0这一点 这一点当然应该和函数是一样的 对吧 你一点都不 这个函数起码在这一点应该和函数是同样的值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好 那么首先 所以这个多项色的第一项就应该是个常数 就像刚才这样 你看 第一项应该是这个常数 然后后面 应该是多项色了 好 那就是 由于要考虑是x等于x0的时候 要后边都应该是0了 所以你看应该是x-x0的一次方 前面什么东西 前面这个地方是 可以想象就应该是这个了 因为本来我们就用微风来近视就这个 那么后面的就要 不知道了 后面我们可能应该有平方向 有三次项有四次项在后边 对吧 前面这两项我们知道就在微风里边就有了 就是后面我们要把它具体写出来 具体写出来 好 那么最后能得到什么效果呢 我们来看一看 比如咱们用 这个sine这个函数 sine这个函数 sine这个函数大家很熟悉 是波浪型的 那么如果咱们用线性近视 在这个地方 那就这条切线了 这个地方 零点的切线 这个绿色的 你看 你看好不好吧 应该说 在这有一段很好 好像在这个地方 对吧 在这一段几乎你看靠近了 这段很好 但是大概的这个幅度呢 大概x不超过0.5 0.5大概多少呢 那么是六分之π 还要小一点 对吧 因为π是三点一几 0.5可能六分之π 小于六分之π还行 从这个图上看起来 好像样子还凑合 对吧 好 咱们看看 n等于3 n等于3就是用三次 三次多像是了 三次曲线 对吧 三次函数 你看 绿色的 你看比刚才显然好多了 而且在这个x在小于0.5的时候 这个红色几乎看不见了 什么意思 几乎重叠了 当然了 我这个曲线还是有点 有点粗 粗 这个比较粗的 所以这个 实际上如果真的画得非常细的话 可能还会看出来有点偏差 但是现在看几乎好极了 对吧 而且在0.5 超过0.5 0.7大概都是很好的 0.7往上走 可能有点误差了 后边当然误差很大了 五次曲线 就是五次多像是来净死他 你看 哎呀 几乎在一个 在负二分 大概在负二分之八一到正二分之八一之间 几乎就很好了 看到没有 几乎就很好了 再看往下看 七次 七次多像是 净死他 看 几乎在一个周期里都很好了 当然在这个地方稍微差一点 看到没有 又稍微差一点 在这个负二分之八一到正二分之八 简直太好了 对吧 九次多像是 你看 在一个周期里边都很好接近 十一次多像是 你看 这后边也好了 这边也好了 十三次 我这儿画了两个周期 你看这两个周期 当然后边这个地方稍微不大好 也很像 最后 几乎重叠了 那告诉我们什么呢 如果用多像式去近视一个函数 近视度可以到很高的程度 那么这个多像是谁呢 太乐多像式 太乐公式会显示 下面我们来看一个问题 就是这个多像式到底是什么样子呢 也就是想用多像式来逼近这个函数fx 多像式应该是什么样子 那么前面两项 就是常数项和这个一致项 应该说我们已经知道了 用我们用线性近视 就是这个地方 像我们讲 我一分的时候就讲过了 对吧 去近视它 就是你看 这个fx这部分就是线性近视 对吧 你看这是一次项 对吧 然后 这个乘这个 加上这个是常数项 那么后面就是高阶无穷效 那么现在如果我们想用多像式 那后面这些项是谁呢 那么就是这样了 我们下面来稍微看一看 也就是说太乐公式 那个系数 那个多像式前面的系数 怎么来的 大概看 好 如果fx 对吧 fx等于 当然这不是精确的等于 如果是可以用一个多像式 多像是什么好 常数项fx0这一项 对吧 加上f1x0 x减x0 其实这就是deltax了 对不对 好 那么你看 这两项 这两项本来后面应该有高阶项 高阶项什么意思 就比它要高阶 那么现在我们希望后面是 二次项 对吧 二次项 平方向了 那么后面还有三次项 对吧 这样下去 当然后面呢 希望是 比它要高阶的无穷小 总共有误差了 误差要小一点 要比 这个地方还要高阶 好 我们现在大概来看一看 这个a2应该是谁 a2应该等于多少 用什么办法呢 我把两边求导数 求导数 一求导数呢 好 这个常数 一求导数没了 这一项一求导数呢 请注意 那就变成 这是个常数 请注意 导数是个常数 好 有这个常数 然后它要求导数 一求导数呢 它的导数是1 它的导数是0 加起来是1 所以这一项就是这个了 好 这个后边呢 好 就是a2 x 好 这个常数 这个求导数就是两倍的 两倍的 x减x0的 本来是平方 现在比一次了 那么这个看成u u平方求导数 2u 然后u在求导数 又是个1 对吧 1乘上去就不用写了 好 后边 这一项呢 a3 对吧 a3 常数 我们不知道它是谁 我们想猜测一下 或者看一看 好 这个求导数 三倍的 x减x0的 平方 没错吧 三倍的u平方 然后u求导数 又是1 1嘛 我们就不写了 好 后边当然是高阶项了 好 那么你看 我们现在这样 这样呢 当然现在还不能看出 这个a2是谁 再求一次导数 好 再求一次导数 再求导数 这个常数 求导数就是0了 好 这个求导数 a2是常数 求出来是 这个2 当然也是常数了 好 这个是一次项求导数 括弧里边 求导数是1 我们前面就讲过了 是1 那么乘上去 不用乘了 对吧 后面这项呢 3 3a 对吧 3a3 a3 这个2倍的这个求导数 好 2倍写到前面去 3乘2 没错吧 好 2倍的u平方求导数是 油平方导数是2倍的u 然后u求导数又是1 好 后边 那么好 从这个式子里 我们马上看出什么来呢 如果左右两边 我取x等于x0的话 x等于x0的话 这是x 两边取x等于x0的话 得到什么结果呢 请注意 这个后边每一个式子 都是有这个东西的 这个括弧 就是这个因子 后面每一项都有的 那么x等于x0带进去呢 后边每一项都是0了 那么好 这两项就相等了 所以你看 得到a2等于谁呢 a2等于 f2倍 x0带进去的 所以这个是x0 除以2 对吧 x等于x0 得到这个结果 那么好 你下面你就很容易猜出来了 大概看一看就可以猜出来 你看怎么样 如果再求一次导数 那么好 这个常数求导数0了 没有了 这一项求导数 同样的 这是3乘2 3乘2 这个是a3 这一项求导数呢 一求的好 这个 这个括弧 一求导数是1 1 不用写了 不用写了 后面呢 别忘了 后面每一个都有括弧的 每一项都有 因为后面的次数都比它高 起码是后 起码是个平方向 再往后三次四次 对吧 这样下来 反正是 我们是深密排列的 这个密的次数越来越高的 所以你求导数以后呢 好 后面的像 起码有一个括弧 x减 x0 那么好 另x等于x0的话 还是如果x等于x0的话 请注意后面每一项都有括弧的 都有这个括弧的 好 后面全是0了 那么这道什么呢 a3等于 f3阶导数 除以3乘2 3的阶层 这个其实就是2的阶层 好了 下面其实你到这地方 应该可以猜出来 对吧 用这个方法 大概什么样呢 大概才可以推测出来 这个结果 这个an呢 大概是f的n阶导数 在x0这一点 除以n阶导数 大概可以这样猜出来 对吧 分析 好 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泰勒公司的 公司是什么样的 首先介绍的一个 今天我们要讲两个泰勒公司 什么叫两个泰勒公司 就是这两个公司 在不同的条件 形式 稍微有点小差别 第一个这个呢 叫一点附近的泰勒公司 什么意思 这公司只能在一点附近 一点附近怎么样呢 小范围 就像那个围缝一样 围缝是小范围 大范围就不行了 一点附近就是 非常非常小的范围 什么条件呢 fx在x0附近有定义 首先当然有定义 没定义不谈了 而且在这一点 这一点有n阶导数 只说这一点有 旁边没说 不过请注意了 如果这一点有n阶导数 意味着什么 旁边有起码有n减一阶导数 对不对 否则你怎么求这个n阶导数呢 好 那么什么结果呢 有这个结果 你看这就是泰勒公式 fx等于fx0 常数项加上f 这是一次 f1平 x0就是一阶导数 乘上x减x0 二阶导数除以 二的阶层乘上x减x0的平方 这样下去 一直到最后 第n下 你看 n阶层 这是n次方 x0 这个公式应该说很好记 后面怎么样 高阶无穷小 这个后面高阶无穷小 请注意 不是比它高了 要比前面这一阶还要高 那么你可以想象 这个就是很小的一个无穷小了 就是咱们随便举个简单的一个量级吧 比如说 本来是那个误差小到0.1的 那么平方呢 误差就变0.01了 立方呢 0.001了 所以这个n次方 这个 这个 这个无穷小 这个结束是很高的 也就是它很快就会虚线 变得非常非常小 对吧 所以这个呢 请注意 后面的误差线呢 应该说是个很小很小的 无穷小 那么这个公式 当然我们前面已经有过一个猜测 对吧 猜测以后呢 写出来的公式果然是这样 那到底这个公式对不对呢 对吧 因为前面我们仅仅是猜测 后面也没有也没有一直 当然可以大概的归纳的推下去呢 可能是这个 另外还有后面那个 还有个误差项呢 后面还有误差项 误差项是不是这个东西呢 好 下面我们来给出一点分析 如果我们把这个前面的 从这一项 从这一项一直到这一项 这个多项式把它计成叫Px 这个多项式 这个多项式 从这一项开始 常数项开始一直到这 我们把它做个记号 叫做Px 这表示什么 一个多项式 多项式 那么请注意了 我们这个结论什么意思 结论的意思就是 把这个Fx减去 这个多项式 应该等于小O X减X0的N次方 小O什么意思 就是高 比它还要高阶的无穷小 你看 是不是这个意思 你看 Fx减掉这个多项式 比上这个后边的这个 X减0的N次方 应该去0 什么意思 就是它比它还要高阶 高阶无穷小 所以结论就是 证这个东西 那么这个东西 怎么证呢 求导数了 求极限了 求极限等于0 咱们现在会求 咱们方法现在有 从上一章开始 从这个函数的极限 这一章开始 到这一章 第四章了 我们求极限的方法 其实已经讲了不少了 这一种的 现在请注意 这是什么类型的 X去X0的时候 这是Fx0 这个呢 P0 Px0 好 Fx0 那就是Fx0了 Px0呢 好 把X0带进去 后边全是0了 也是Fx0 说明这什么 0 是0除0的型 下面当然显然是0 0比0型 那0比0型 上面说穿了 就俩方法 一个什么 消去0因子 第二个什么 罗比达法则 消去0因子 现在咱们 这有Fx在这 这个东西能消吗 能因此分解吗 显然不行了 显然不行 对不对 关于Fx是个抽象函数 咱们不可能做任何分解 那好 剩下一个什么 罗比达法则了 所以这个东西 你很自然的 你没有什么招的话 你只能想 罗比达法则行不行 好 那我们就用罗比达法则 怎么证明这个结论呢 就是很容易想法 就是用罗比达法则 那么这个呢 实际上很简单了 就是用罗比达法则 一次一次用好了 一次一次用 那么多次的用罗比达法则 一次两次一直用下去 那么请注意 分子上谁呢 分子上是Fx-Px 没错吧 分母上是谁呢 是x-x0的n次方 那么能不能用罗比达法则呢 请注意 这个是由 在这一点由n阶导数的 那么在x0附近呢 就由n-1阶导数 我说了 这个小区里边有n-1阶导数 所以用罗比达法则 在这个小范围里边 是没有问题的 这个函数 当然更好了 好函数 对 为什么好函数 多相似 那要多好 有多好的减的 对吧 你随便你求好了 求多少次导数都可以 而且觉得最后变成0了 好 那么请注意 这样就可以用罗比达法则 一次一次用 但是请注意 能用到哪次为止呢 不能用到dn次 就是一个小心的地方 用到dn次怎么样 如果用到dn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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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分子分母 分别求n次导数 分别求n次导数 那分子变成什么了 fnj导数5x 减去pnj导数5x 下面当然很好了 求n次导数一次一次 好 n阶层出来了 最后还剩什么 最后还剩nj 求了n次导数没有了 零次了 零次就没有了 1了 好像很好 但请注意实际上出问题 为什么问题 首先这个函数 只说在1点有n阶导数 旁边有没有 没错 所以你这个地方 求这个东西就出问题了 就是说 它只说了在z点有 x0点有n阶导数 旁边的不一定有 哪怕有的话 你下面要求极限 x还要去x0 那连续吗 只有连续才能往里带 这就是成问题了 这个多项是什么 当然很好 求n阶导数没问题 你可以求 但是这会出事 出问题 所以怎么样 关键就是 我们就 问题出在最后一步 也就是说 你不能求n阶导数 只能怎么样 求到n减一次 这地方就要想清楚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学习 很好做到最后一次 然后一求极限 这两个 这是fx0 这个也是fx0 带进去 和0了 我解决了 其实不是 请注意 所以我们 这一次是不能求到这一次 只能怎么样 只能求到n减一次 n减一次以后变成什么结果呢 看一看 那么这就是 n减一次 p呢当然也是n减一次 下面呢 请注意 除了n减一次 最后那个是2 x减x0的平方 求导数 求出来是2 那么前面自然数是多少 从n乘到2 当然还是n阶层 但是后面还多个x减x0 好 那么下面怎么办呢 下面不能用罗比达法则了 那我们还有什么 我们还有什么 其实 我听到有的同学说 已经说了 我们还有一点 有这个式子了 这个式子很像谁 你看看 fx 如果再往下写一写 可能你会觉得清楚一点 分母上是这个 分子呢 我们就把它写出来 分子是谁呢 分子啊 fnx 后面这个是多像是 多像是吗 求导数当然我们好求的了 我们是会求的了 求一次 求两次 求三次 求四次 请注意 多像是里边次数低的那些怎么样 最后都会求成0了 比如常数 求一次就变成0了 一次项 求两次就变成0了 所以这个求了n减一次 求了n减一阶导数以后 请注意 这个前面 fn减 就是x减x0的n减2次 那个m的形式怎么样 变成0了 没有了 就是这一项 x减x0的n减2次 这个东西怎么样 求了n次导数以后它没有了 所以你看 只有这一项了 这一项是谁呢 是n减一次 这个地方是n减一次的 n减一次的正好求了n减一次导数 好 正好只有这个常数了 只有这个常数 那么这个n减一阶层跑哪儿去了 别忘了 系数上面 封母上本来具有n减一次减一次阶层 每一项 那个泰勒公司这个多项式里边 每一项封母上都有一个阶层记得吧 好了 所以这一项这个阶层正好 约掉 那么这后面这一项呢 也同样 请注意一次一次导数求了n减一次导数 封母上那个约掉 好 只剩这个 这是最后求了n次导数以后的结果 好 那么下面看一看 到这一项以后等于什么呢 那么我们下面就来看一看 这个球等于什么 那么首先你看 这一项减这一项相等的 如果x减x0 我把它写出来 还不是想等 写一写 把它写一写看一看 等于什么 这样这三项在一块 可能不太容易看 先我把这两项写在一块 求极限 x趋向x0 这两项 fn减1x 没错吧 减去 好 方括户里边第一项 x0n减1 这两项合在一块 分母上是n阶层 x减x0 大家想一想 这正好是什么 想一想 这个正好是什么 后面那项呢 是n阶层 好 这个两个约掉了 x0减x0约掉了 后面一项就是 fnx0 没错吧 请注意第二项是常数 这一项根本就是常数 所以我们只要把第一项求出来 第一项求出来 很容易看出来 这其实就是n阶导数的定义 你看 这个东西不就是 你看函数在x减去x0 函数的值 这就差上了 函数的差 函数的差了 这个是质变量的差 你看一球极限 就是这个东西在这一点的导数 它的导数谁 就是fn阶导数了 本来以前是n减1阶 在这一点的导数 哪一点x0点的导数 好 减去后面这个 一模一样 好 这就等于0 所以我们就得到这么一个结果 那么这样一个结果呢 我们可以看出来 就是应该是很容易想到的 但是你看 咱们这个一些定理的证明 有的时候就在关键最后一步 有一点要作为留意一点 其实应该可以说 现在一个证明好像有点难 其实对多数同学来说 其实以稍微分析分析 是很容易过这个关的 好 那么注意这个条件 这个定理的条件相当弱 什么意思 就是不要求很强的条件 只要这个函数在这一点 由n阶导数 我就可以写出这个太老公式 条件相当弱 但是结论呢 也不完全太理想 什么意思 这个公式怎么样 在一点附近 一点附近 后边有这么一个高阶项 有这么一项 这一项的缺点 我们前面也讲过 这一项是个什么东西 不太确定 只知道它很小很小 到底有多小呢 什么 什么范围内用它可以合适呢 比如说近视的时候 多什么小的 多小的范围 用起来误差不大 说不清楚 为什么 因为它仅仅说是个高阶无穷小 高阶无穷小是比上 比上这个无穷小以后会去0 但是要x离x0多近呢 没告诉 所以这个有缺点 这个请注意 这个公式通常用在什么地方 通常就我们 我们做习体里边 用在什么地方最好呢 用在求极限 求极限为什么比较好 大家想一想 我们前面讲过 这个两个无穷小 相加相减的时候 说不定那个主要部分 那个一次相是一样的 好 一加减 把那个主要相给抵消掉 那那个时候谁起作用呢 次要相 就像我想 我讲过这个 大家男同学下军旗一样 军长 司长 司令都拼掉了 下面看谁 看市长 你有几个 我还有一个 我还有两 那两个就比一个强了 那时候就要看那个次要相 也就是看那个高阶项 泰勒公司把这个高阶项 怎么样给告诉你了 很清楚 那就好办了 那就 我一开始就把 如果你做题目 这个 这个泰勒公司你很清楚 你就把这个函数 可以用泰勒公司来带 带的时候 那你就清楚 哪些项给消掉了 哪些项留着会起作用 好 下面来看 区间上的泰勒公司 什么意思 这公司显而易见 就是在一个区间上 都可以用 条件怎么样 Fx在ab由n加1j导数 x0属于ab 请注意 条件比刚才强得多要求 不光是要由 在一个区间上 每一点都要有导数 而且不是nj导数 要n加1j导数 那么最后有什么公司呢 你看 这公司前面和泰勒公司 是一模一样的 上面讲的是一样的 最后一项 有一个 这个叫余项 就多余出来那一项 前面那个多余项 是什么形式 一个高阶无穷小 通常把它叫做 比亚诺余项 有的通常我们中文 把它翻 这个译名叫比亚诺 比亚诺 比亚诺 常书里边写这个 那么这个呢 这个余项什么东西呢 这个写成下面这个形式 叫做哪个人余项 这个形式倒也蛮好记得 你看x-x0的n次方 分母呢 分母的是n加1阶层 仅仅这个地方不一样 这一点怎么样 不是x0这一点的导数了 n加1阶层不是x0这一点 在哪 在x和x0当中 那么请注意了 这个结论就有点 使你想起什么来了 想起前面 我们想的中子定理 就这个结果结论出来 有个c 那可能这个定理 将来如果想正它 可能要用中子定理 就存在x0 对吧 第二呢 这个公式你看啊 这个公式的好处 好在什么地方 你用这个公式的时候 这是一个精确的式子 而且给出了这个表达式 当然了 也有一点不确切的地方 x0 到底是谁 咱们不知道 但是我们至少知道 这个余项 这个式子很清楚 那有什么好处 有的时候就可以做一点分析了 这个误差大概多少 可以有比较明确的分析 那么这个 这个泰勒公式通常在什么地方 我们目前在什么地方用呢 一种比如说做个近视计算啊 第二一个呢 证明体 证明体往往用这个 好 这个公式应该还是很好记到 这个语项 请注意 n加一次方 分母 n加一阶层 导数 不在x0 在克c 很好记 好 下面 那么 现在我们也做一点分析 也做一点分析 这个结论到底怎么回事 咱们能不能证明它呢 好 我们仍然把这个前面的多项式呢 也就是 从这个地方开始 一直到这个地方 叫做px 那么好 这个结论是什么意思呢 你看 就相当于fx减去这个px 等于这个东西 没错吧 fx减px等于这个东西 好 这个东西写出来就是谁呢 fx减px 如果我把n减x0的 n加一次方 把它移过来一除 右面还有这两项 对吧 就刚才那个 公式 以后来这两项 那么好 你看啊 这个右边这儿有kx 左边你看 分子分母 很可 很可能 很可以想到 会用中子定律 那中子定律有几个呢 一个 拉格朗尔定律 或者叫卢尔定律 还有一个就是科系定律 但是我们可能是用科系好 还是用拉格朗尔好呢 你看从这个形式来看 用谁 用科系比较像一点 因为是分子分母 所以这个题请注意 很容易就想到 可以用科系定律来证明 用n尺来证明 这个证明呢 我们打算不说了 打算不说了 有兴趣的东西可以看一看 书上有些详细的证明 当然你也可以 如果学得好的 自己以为学得好的同学 你也可以是 我不看书 我自己证 对吧 要求比较高了 这种要求 就对这个同学 有比较高的要求 就是我经常说 咱们学高等数学 有几个层次 一个起码的层次怎么样 这个定律你看明白了 定律讲什么 对吧 半天有些人 定律讲什么都看不懂 那就少了 对吧 他讲什么 讲什么 对吧 讲什么就是 他的文字告诉你 你明白什么意思了 第二 你觉得他讲的合理吗 你觉得他讲的这个结论啊 你觉得 你能接受吗 那么你能接受 当然是感性上 比如说 你觉得从图上去看 从图像上 或者呢 你从这个形式上 你看我大概推一推 大概可能我能接受 这第二种 第三种 你能证明吗 当然 这个证明有两种 第一种 你不会 你自己证出来 第二种 你看了书了 我现在能按照书上的证明 我会写出来 我能写 我不用再看书了 三种 你是哪一种呢 我觉得大部分同学 最好能说第二种 第三种 我们要求比较高 因为是 这个一百多个同学 里边只有 百分之一 或者一到二 我觉得就差不多了 每个书上的定理 你都能写出证明来 那不得了了 高度数学学得非常好了 多数同学只要觉得 第一 我明白这个定理的意思 第二 这个定理 我能理解 我能接受 当然 你就用起来就方便了 那么 至少有 还有些同学说 哎呀 我这理解有点 就有问题 那怎么样 那你懂不懂这个定理 或者说你这个定理 告诉 要求你什么 你看懂了吧 你知道了吗 起码这个 如果这也不行 那怎么样 那你的学习就有问题 是吧 可能 第一个层次 你才见你都没上 那不有问题吗 所以 对自己要有一个分析 好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开始来 用泰勒红式了 下面写出 fx等于x平方 logx在x等于一处的 二届泰勒公式 什么意思呢 要写出一个 把这个函数 用二届泰勒公式来写 那么请注意了 通常题目里 有些题目里会说 要写出带哪个 哪个余像的泰勒公式 或者写呢 带 不写 有的时候不写 什么也不写 不写呢 你一般可以怎么样 显而易见 写皮安多余像 比较方便了 对吧 如果题目里 没说要你写什么余像 你就写皮安多余像 好了 你没告诉我要求什么呢 我何必写的简单 写的简单点 对我说来也好一些 对吧 错的可能性也小一点 所以像这种题 如果没有说 那么你就写皮安多余像 如果说了 我们要写 哪个人余像 好 下面我们来看这个小题 那么现在我们用什么办法呢 当然毫无疑问 就是泰勒公式 那个系数的像 好 第一 F1等于多少 这是常数像 F1嘛 这太容易了 一带进去是零 对吧 好 那么F一切导数呢 好 先把导数求出来 导数求出来 导数是谁呢 两个函数相乘 先是x平方求导数 log x不动 加上 对吧 x是x平方不动 后面这个对数函数求导数 求出来是x分之一 好 那就是x 对吧 好 所以F1别 1 那于多少呢 1带进去 这又是零 好 是1 对吧 好 两阶导数 好 两阶导数 他求导数 那么两个函数相乘 他求导数 他不动 两倍的 x 他不动 他求导数 他的导数是x分之一 乘他是1 那么加上2 这个导数是1 又加一个1 好 那么F2接导数1 等于多少呢 等于2 等于3 好了 完成了 为什么 那么二阶向有了 咱们够了 不用了 对吧 那么好 如果要写哪个狼儿余向的 请注意 如果要写哪个狼儿余向 就要三阶导数 如果你不想写哪个狼儿余向 这个题没说 那我就有点 投机取巧了 或者说 对吧 咱们想写容易点 好 那就很简单了 fx 对吧 等于 x平方 logx 等于谁 好 f1 这一点的函数值 好 那就是0 0不用写了 好 然后是 一阶导数 在1这一点 好 就是1了 分母呢 请注意 1的阶层 那不用写了 那剩下就是 x-1的 或乎 一次方 想想 请说 我这个不再写出来了 这个1去除以1我就不写了 好 第二 后面这一项 二次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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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二阶导数在这 三 除二的阶层 二的阶层就是二了 好 x-1的平方 后边 咱们就算了 x-1的平方 比它要高阶层 OK 完了 那就是咱们写的简单点 对吧 如果这个题 后边说是 要求你写出 哪个狼儿余项 那么好 那你就要把三阶导数求出 三阶导数 他求导数 他求导数 2 x分之1 这两项求导数0了 好 那么下面就 三阶 如果要写 哪个狼儿余项 如果要写 那这一项就要换掉了 哪个狼儿余项 换成谁呢 换成他 换成 三阶导数谁 不知道x在哪 在刻c 没错吧 好 后边呢 还有x-1的三次方 除以三的阶层 这就是 哪个狼儿余项 就差别 这些哪个狼儿余项 要小心点 有的时候挺容易写错的 这俩很容易写 三次 几四方 几阶 几阶层 这儿 请注意就是 那个导数 高一些导数 在刻c这边的值 好 那么下面呢 写一些常用公式 就是泰勒公式 我刚才说了 学了以后蛮有用的 蛮有用的 那么 学得好的话 就是维基芬学得好的话 往往就泰勒公式会用 学得差点呢 泰勒公式不大会用 学过了 就知道有个泰勒公式 不大会用 学得好的就很清楚 泰勒公式 泰勒公式呢 咱们x0如果在零点 x0如果在零点 那么写出来 就变成这个了 你看x0是零点 好 那么这个后面那个密 密的形式都是 x减 本来是x减x0 x0是零 那就是x了 你看 一次两次 一到xn 前面呢 就是x0在个点的导数 除以阶层 余向 对吧 余向呢 你看 xn加一次方 除以n加1的阶层 这个地方不是 不在零点了 在什么 零和x当中有一点 所以写成 θ乘x θ是零到一指间一个数 乘上x 就是零到x当中的一个点了 你说吧 好 所以这个呢 应该说也还是很好记的 很好记的 当然这个是 哪个人的语向 如果太 如果写皮安多语向 那就简单了 小Oxn 比xn高级就完了 没错吧 好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常用的太老公式 常用 在x等于x0的情况下 这个公式又叫做Macallion公式 Macallion公式 这个反正在公式里边就是一些洋人的名字了 这个无所谓 你记不住你只能记录公式 叫它太老公式也行 请看 首先 fx等于对数 指数函数 ex 那么这个就特别容易了 这为什么特别容易呢 请注意 因为ex的导数 你不管你求多少次 还是ex 还是它 所以就特容易了 你看第一项 就是 请注意 这个函数不管多少次导数 在零这一点永远等于1的 1的零次方是1嘛 所以你看第一项就是1 第二项就是1除1的阶层 乘上x 第二项呢 就是1除2的阶层乘上x的平方 好 一直下去 这一项是1除5n阶层 这个1什么东西 1的n阶导数在零点的直 对吧 所以永远是1 1除1n阶层乘上xn次方 后面这个呢 你看 xn加一次方 除1n加一阶层 但是这个地方 不是零点的导数了 是这个函数求了n加一次 求了n加一阶导数 那么当然还是ex 在哪 在x和零点当中一点的直 是谁 θx 这公式 这是哪个人的语项 如果比亚诺语项呢 最后一项谁 小oxn 特简单了 好 第二 sinex sinex 咱们先把sinex 因为这个ex因为太容易了导数 所以呢 我没有去写它的导数 我没写出来 大家这个印象很深刻 它就是ex 那不用写了 对吧 那么sinex大家还记得吧 那个导数还记得吧 sinex 我们 我曾经讲过 当然可以写出公式 求一次 求两次 求三次 求四次 怎么样 又回去了 但是我们也可以写成很简单 sinex 求导数就等于谁 sinex 加上谁 加上谁 二分之π 对 太好了 知道这个同学 知道这个公式的同学 应该是很好 对吧 好 那么如果求n次导数呢 每一次都加了一个π nπ 那么好 如果x等于0的话呢 如果 如果sinex 求了nj导数 最后在x等于0 这个地方带进去 好 那这地方就是0了 好 那就sine 2nπ 我们看啊 这个是指 就是 如果 不求导数 0 0阶导数 那么n就是0了 n就是 就是0 那么sine0 等于0 如果 1阶导数 n等于1 sinex 就是正1 2阶导数 2阶导数 那么这就是2 sineπ 又是0 三阶导数 显二分之三π 三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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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负一 所以 这个是 这个在零点的值 这个sine的这个导数 在零点的值 分别永远是 0 1 0 负一 又是0 1 0 负一 好 你看 写出来 那些零 你看到没有 第一项 常数项 没了 0 三阶 0是0 然后那个 第三项 x平方向 没了 为什么 它前面是 sine的二阶导数 在零点的值 这个数是2 所以所有的偶次项 都没有了 都是0 对吧 只有激素项 激素项 激素项是 一针一负 一针一负 你看 一针一负 一针一负 很简单 对吧 很简单 所以很容易记 这公式应该是 很好记 对吧 但是 如果你不用心的 可能记不住 将来可能记错了 这个其实很好记 你看 一三五七 那系数呢 正负正负 好 一直做到这一项 对吧 这一项 这一项呢 是激素次项 对吧 前面的这个 看呢 前面是正负 要根据你在哪项 那么最后那项谁呢 后面这一项 请注意了 看你把它展到哪项了 你觉得展到哪项好呢 请注意 有的人说 反正第N项是激素 就激素 是偶数 是偶数 那么请注意 我们把它 宁可把它展到 第偶数次项 为什么 这项是0呀 往后一点 总共好一点了 竟然往后一点 所以你看 我展到哪项 展到X2K这项 这一项 系数是零随 它没有 它没出现 然后再往后是谁呢 X2K减一项 你看 X2K 2K加一项 X的2K加一次方 除以2K加一的阶层 然后这儿是什么 沙印的2K加一次导数是谁 是这个 但是带进去应该是克C 克C现在是谁呢 0到X当中 这个N是谁 2K加一 所以这个公式你说难吧 好像要烦得不得了 对吧 好像看上去挺吓人的 对吧 繁琐的很 实际上是很简单的 这个函数的形式并不难 你只要知道这个 这个我相信没有 没有哪个同学说 哎呦 这个东西我看不懂 不理解不话 不大会有 你肯定明白 就是在克C这一点的值 对吧 现在是 这一点是多少阶导数呢 2K加一 所以这个N是2K加一 这个是什么 克C 克C是ZetaX 好了 有了这个呢 我请大家自己去写一些 cosX的Macallion公式 cosX怎么写呢 写出来以后 请注意 其实很容易 你会发现 前面这些第一项呢 是1 因为cosX和3X 请注意 相当于是个余函数了 所以你注意啊 这个地方正好是1 这个地方呢 是X平方除以2的阶层 这个地方呢 是X四次方除以4的阶层 正好就是 每一项怎么样 求一次导数 它的导数是1 它的导数是 3X平方 把3约掉 就是X平方除以2的阶层 它求一次导数呢 X四次方 下面有个5 5和5的阶层约掉 变成X四次方 除以4的阶层 所以很好记得 你只要记住了 sine cos也就记住了 当然 最后那个余像 是所谓有点不一样的 不是说 简单求一次导数 但是呢 也很好记 也很好记 所以这个呢 像这种公式 怎么样来记住它 有的时候 有的时候 所谓用一点心思 其实是不是很困难 好 咱们休息会儿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